近期最爆炸事件就是梅西离队,梅西的离开对于巴塞罗那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损失,这支球队很难在未来迅速将局面挽回。 近期拉布尔塔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他与梅西都做出了努力,巴塞罗那无法改变目前公自贸的情况,巴萨当中的多位选手的过高年薪,也导致目前巴塞罗那方面很难去续约梅西,再加上西甲联盟的限制,最终梅西无法继续留队。 之后梅西将会以自由身份离开巴塞罗那,这一次拉布尔塔接受采访时,将所有的原因都集中推给了西甲联盟以及欧族联,这其实也让球迷们感到不满,如果当初拉布尔塔早早清理球员,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一切也可以说是巴塞罗那自己将计划打乱,目前这支球队已经无法继续留住梅西。 这一次拉布尔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明其实并不服中,在之后球迷们也更加关注梅西之后的动态,然后一些球迷也正在为梅西未来而担忧,也为巴萨担忧。 后梅西时代巴塞罗那该如何进行?虽然说今年夏天,巴塞罗那几次强势影员都十分优秀,他们签下的阿规罗以及加西亚、德佩等优秀的选手,无论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上都有很大的补充。 但是梅西的离开无疑是让这些付出都很有可能白费,再加上球队本来就有所混乱,老大哥的离开会让球队在新赛季出现大的问题。 再加上过去十几年巴塞罗那的战术体系都是以梅西为展开,而科曼执教的巴塞罗那在前期也一直都是以梅西为核心,而梅西一旦离开,科曼的整体部署将会彻底打乱,巴塞罗那未来的建设也会彻底打乱。 再加上梅西离开之后,巴塞罗那的受关注度将会迅速下降,这支球队之后的影响力以及经济方面的收获也将会直线下降。 巴塞罗那在之后的西甲联赛可能很难立足,因此球迷们也在信关注谁才能够身穿10号球服。 对于现如今的巴塞罗那而言,或许德佩又或许是格列兹曼又或许是阿规罗,三位球员当中要有一位选手能够站出来穿上10号的球服。 但是三位选手其实在球迷们看来都不符合目前巴塞罗那的要求。 格列兹曼这赛季的表现并不稳定,而德佩刚刚加盟过于年轻经验不足。 而阿规罗年龄较大,未来他很难长期间的效力,能够看出目前的巴塞罗那已经陷入窘迹。 无论是谁都不太适合如今的体系,再加上其实巴塞罗那牵下阿规罗是用他来留住梅西并且搭档梅西,但是并不是要让阿规罗来彻底替代梅西。 谁也没有想到最终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一些球迷就认为巴塞罗那可以在之后留住梅西。 毕竟梅西的离开会对西甲联盟有着很大的影响,或许之后西甲联盟会做出账簿,在最后选择修改规则。 不过足球的世界就是这种变化莫测,此前所有人也认为喜罗不会离开,但是喜罗还是最终离开了伯纳乌,而如今的诺堪普的国王也没有能够留下来。 我们也更加期待卓梅西在未来职业生涯的最后时间会有着更好的表现。 现在众多球迷都认为巴塞罗那无法继续留住梅西,而这位选手将会在之后加盟巴黎圣日尔曼,这艘豪华战舰将会在下各赛季全新起飞,让我们期待这支球对未来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